10岁的瑟希勒和母亲移居到法国南部 或许因为无法接受爸爸不在身边的事实 瑟希勒的状态一直都是非常负面的 直到马戏团来的那天发生了改变 瑟希勒发现有只小马玻璃受到虐待 为了保护他 瑟希勒决定帮助小马逃出马戏团 亲爱的爸爸 我好想你 我在这里交不到朋友 那个巴黎人可以一起来吗 我才不想让他加入 我本来也不是当地人 花了一些时间他们才接纳我 但是我不是巴黎人 也没离过婚 现在 众所期待 绝无仅有无与伦比的 狐狸 你快想办法就换一瓶天花一点啊 老板 老板 一 二 三 惊醒 要是伯卡鲁星找到玻璃 他就会被送到肉铺 做成肉酱 还有香肠 你们帮我 但是你们全部都不可以说出去哦 一言为定 吐口水 亲爱的妈咪 我离开了 我来处理 河流那带我很熟 我们刚入手对讲机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是说对讲机 你跟那女孩在搞什么鬼啊 来去捣乱吧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同心马戏团 每次两个按照 Like for 毛护 踩戏团 喷嚏 我们tir